那这一门我们在这一刻遇到 遇到之后 我们能不能真的 能信这个方法 能不能生起信息 能不能发运求神 这个男啊 这个方法叫男信之法 可是他很容易成就 就是男信 男信能信就特别可贵 男信异信 修行很容易 那就这一句佛 阿弥陀佛说 谁都会 这一句佛 是 这一句佛 是 男女老少 嫌语不孝 统统可言 甚至 造作无逆手 毁谤大臣 只要认归认错 只要忏悔回头 念佛通通都能往生 换一句话 遇到这个法门的人 就是有缘人 就是一生可能成就的人 当然这个成就 与关系最大 男性 怎么会信呢 当然 但有个人给你讲清楚 讲明白 这是原因 那我们 可以称得上 是个好学的人 但是 遇不到一个人 把这个 讲清楚 讲明本 我们的疑问都能夸解 我才会相信 那找不到这样的人 就难了 那今天这个人找到了 这人是谁呢 夏林 俱乐 你看 汇集这个本子 五种原意本 摆在我们面前 看不通 他汇集这个本子 我们能看不通 这句语言呢 汇集的真好啊 意思 一点不差 文字 是原来 五种经文里头的文字 没有改动 他把经文里面 深色 不好念的 不好懂的 统统写掉了 取经文里的句子 很容易看得懂的 把它揭露出来 这样重新 重新整理了一番 我们看现在这个经文字 一点都不难啊 没有